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道清蒸小白苍鱼的做法 首先准备三只清理好干净的小白苍鱼 在鱼背的正反面划上两刀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把它涂抹均匀 再放入几个姜片和葱段一起涂抹均匀 然后放到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半个洋葱把它切成片 三半大蒜切成片 一把青葱把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大蒜青葱和洋葱爆香 爆香之后加入100毫升的生抽 再加入100毫升的清水 加入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开大火煮开 把姜汁倒入碗中 把姜汁倒入到碗中 过滤掉大蒜青葱和洋葱 接下来把腌制好的小白苍鱼 去掉姜片和青葱 锅中水烧开 放入小白苍鱼 盖上盖子焖5分钟 5分钟后把它取出来 把蒸出来多余的水倒掉 然后撒上葱花 再淋上一勺热油 然后把酱汁倒进来 香喷喷的清蒸小白苍鱼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小白苍鱼鲜嫩多汁 营养又美味 做法简单淋失败 配上米饭好吃到爆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